赫鲁晓夫回忆录 1.简单谈谈我自己 小时候我起初住在乡下,并且爱上了农民的日常生活方式,但我的童年时代基本上是在矿山上跟爸爸一块度过的,他当时在一个煤矿干活。 他在尤佐夫卡尤佐夫卡是这个城市1924年以前的名称。 1924至1961年名叫斯大林诺,后来则叫顿涅茨。 以下提到的各县,基本上涵盖了顿巴斯西部。 俄共?不。 地区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矿业工人,虽然也有不少金属工业工人。 彼得罗沃、马林卡的矿井主要分布在沃尔齐亚和流域。 以南四俄里、一俄里和106公里,一者住的乌斯片斯基矿井干活时的情形,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清晰。 我自己的青春时代,先是在机器制造厂,然后在矿山上劳动,再后又在红军中服役。 在库尔斯克省那个名叫卡利诺夫卡的我们的村子里,农户都不大。 说的准确点,都是些小农户。 农民没有机器,只有木梨和小滑梨。 不过,木梨已经很少见了。 一匹马拉的小滑梨,适用于瘦弱的农家马匹。 能够深耕的铁梨,农家的马是拉不动的。 一般情况下,农民耕地都用只套一匹马的小滑梨,也就是使用一马力。 化学肥料根本没有,甚至没有这方面的概念。 我的家乡主要出产小麦和燕麦。 小麦尚是出售,燕麦供应附近的一个羊马场。 那儿有一个十分出色的羊马场。 虽说那时候,地主没有拖拉机,但经营管理的水平却很高。 地翻得很深,就肥上得很多。 看来,他们都有精心血育的两种,所以才能获得当时对农民说来, 完全不可思议地收成。 每额母一额母和109公顷,或1635是亩。 义者驻产小麦30至35公蛋一公蛋和100公斤。 义者驻。 1908年,父亲和母亲在地主瓦西里秦柯富饶的庄园里当故宫。 我已经是个半大孩子,满14岁了,也在那儿干着耕地时赶尖流的活。 就我的年龄而言,这是个重活儿,需要提起牛饿,给几条尖牛套上离。 这是赶牛人的职责,并不是福利人的事情。 后来就开始在矿井和工厂干活,闹罢工,搞革命,参加国内战争。 有关这一切,我都不准备多谈,或许只是在叙述过程中的某些地方,顺便提提。 1922年初,我离开红军回到顿巴斯,在党的动员下,奔赴乡村,开展播种运动。 我到马林斯克的一些村庄,那里,从前生活很富裕。 1921年后的饥荒期间,人们却纷纷饿死,甚至有人食人的情形。 我们的全部工作,就是把农民召集起来,号召他们认真及时地播种,最好是早期播种。 我们所说的话,连自己也莫名其妙。 我讲的话,也像其他同志一样,相当浅薄。 我可从来没有真正搞过农业。 我的全部认识,都基于自己小时候,在库尔斯克省爷爷家的见闻。 同样是在1922年,我去工人育科1919-1940年,苏联为培训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上大学,而设在大学里的普通教育机构。 议者诸学习,共学了三年。 当时我们县的党委书记是扎维尼亚金,扎维尼亚金,1901-1956,苏共党员。 1919年起,任马格尼·托格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厂长。 1933年起,任重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。 同年起,任诺尔里斯克采矿冶金联合工厂工程局长,厂长。 1941-1950年,任内务副人民委员、副部长。 1953年起,任中型机器制造部副部长。 1955年起,任部长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。 我在工人育科临近毕业的时候,已经是墨一谢严科。 墨一谢严科,1917年起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,是在乌克兰担任要职的党的工作人员之一。 担任区委书记了,当时现已改为区。 1925年工人育科毕业后,并没有给我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。 我想上学,掌握一门专业。 由于一向热衷于工程技术问题,我渴望能进入机械制造系。 作为前工,我热爱自己的技术职业,热爱机器。 然而,在尤佐夫卡我得到的答复,却是,不行,必须去做党务工作,因为现在,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这样,我就当上了彼得罗沃·马林斯克县的党委书记。 这个县的生产重点兼有不同的方面,这表现在马林斯克本身是个农业县,而煤矿叫做彼得罗夫斯基采矿场,从前的卡尔波夫采矿场,这是为了纪念格里格里。 伊万诺维奇,彼得罗夫斯基格,一,彼得罗夫斯基,1878-1958,首工业工人,1897年起,参加革命运动,1898年,起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,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。 1917年起任,苏维埃俄罗斯内务,人民委员会委员,1919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代表,1918-193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。 1922年起任,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,1921-1939年为党中央委员,1937-1946年起,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。 1940年起任苏联革命博物馆副馆长,后退休。 他早在担任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时,就曾去过那里。 我说不上他是否讲话了,但是他是做了讲话准备的。 我应邀参加这次非法召开的工人大会,后来大会被取消了。 详细情况我不了解,因为我并不属于组织者之恋。 据说是警察探厅到了开会的地点,彼得罗夫斯基说,既然这样,会议就不举行了。 我已经到集会地点去了。 那一些专门安排的人都提醒我说,会不开了。 彼得罗夫斯基前往该处,因为他是从叶卡捷林那省选进渡马的,这些矿山也属于该省。 我接手县党委第一书记工作时,事无巨细样样都管,包括农业在内。 县委位于特鲁多夫斯克5号矿井的居住区。 这个矿井至今仍在开采。 当时这是一个带居住区的小矿井,居住区分布在草原上,临近富裕的大镇子是马林卡。 不远处就是格里格里耶夫卡镇,距离矿山更近的,则是一个名叫克列缅纳亚的大村镇。 说干就干,既然被选为县委书记,我就应该发出包罗万象的各种原则性指示。 这样,我一下成了个身负重任的人。 既要对县里的农业状况负责,也要对矿山的煤产量和克拉斯诺哥罗夫卡陶瓷制品厂。 当时在顿巴斯,这是唯一一个生产用于铺器高炉和平炉的耐火砖的工厂的工作负责。 在农业方面,我的职责并不在于保证生产出各种农产品,而是把这些产品从农户手中强行征收上来。 1926年,我在区党代会上被选为区党委组织部长。 按照当时的组织结构,组织部长就是第一书记的副手。 那时,区委唯一的书记是墨一谢颜柯。 后来我同他产生了分歧,干不到一块。 由于三十年代个人专横的结果,他被枪决,他的一生就此悲惨地结束。 我坚信,他是一个好人。 在区委,我们也抓农业。 当时,农业像用教母发面一样的蒸蒸日上。 刺激手段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,苏联于1921年开始实行。 三十年代后期结束的过渡时期的一种政策,其基本原则为列宁所制定。 措施有,用粮食税代替于粮征集制,准许私人贸易和开办小型企业,允许租赁小型工业企业和土地,国营工业改为经济和算质,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,确定货币工资,以取代实物工资,建立与市场有联系的国营专业公司等。 一褶住,它成了个人主动精神的发动机。 结果,农业迅速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,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。 1925年的农产品要多少有多少,而且价格低廉。 经过1922年的饥荒和人食人之后,现在出现了产品丰富的局面。 农业是眼看着欣欣向荣。 这简直是个奇迹。 1922年春波战役开始时,我在马林卡村里主持会议,曾亲眼看见过当时的农民是一种什么情形。 他们简直是弱不经风,不是走着,而是爬着来开会的。 等到我当了县委书记再到那里时,已经很难认出他们来了。 老百姓能站起来,简直是个奇迹。 富裕的人们被赋予了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机会。 富农们利用了这一点,他们租到了农业企业和墨房。 总而言之,为经济方面提供了相当广泛的自主权,于是农业非常迅速地得到恢复,完全能保障市场的各种需求。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与私商竞赛。 必须保证马林卡合作社有充足的食品,使之做到更好的为居民服务,销售的更多。